今天又到上游来钓鱼了 给小朋友们打牙器 昨天晚上又下了很大的雨 看着小溪水 特别浑浊 这里是这户人家养的鸡 原生菜的 哇 这里养了好多鸡啊 这条路特别的不好走 但是走过这条路上面的风气特别的漂亮 看冲到里面进去了 太凶了 多久 呲 到这条路上 刚才沉下去 好厉害 遮阳了因为那个感 这回就要过瘾了吧 哦 过瘾了 迷雨也不怕了啊 下雨了耶 没事 下雨算什么 有点大 没事 过瘾 跑了 不要这么多学习啊 好大啊 这一条很大了 江湾那条跑了的鱼有这么大吧 有 从这个大 从这个大 这钓鱼真的是上瘾了 这就是钓鱼的境界啊 钓了这么多 没事了 淋雨爽吧 好 淋成这样了 真的是 这个雨下的实在是太大了 为了吃这个鱼啊 两个人都变成洛汤鸡了 要好好做一下了这个 看 这些都是今天的收获 没有钓多少时间啊 那是基本上一会就上钩 一会就上钩了 嗯 已经好了 怎么放下去了 倒入白泰水 这一少量会发米酒 再来一根丝瓜吧 紧放进去 再加一盒豆腐 加适量盐 再撒一点白胡椒 好 煮得差不多了 这次好诱人 哇 满了 一个五彩汤就做好了 好了 开饭了 我们吃这个鱼汤了 有了 吃得到 别想喝这个鱼汤 前面那个吃完是喝鱼汤 鱼汤很好喝 太疼了 鱼汤 慢点吃 好喝汤 妈妈给你舀 然后再一条鱼 还有丝瓜 好吃吗 还要吗 喃喃 要吗 喃喃